小儿子的生意好 老太太又发愁 大儿子的伞卖不出去了 从此啊 老太太总是愁眉不展 后来有人就说 你何不反过来下家 无论是卖伞卖面 无论是行天阴天 你总有个儿子生意好啊 娘娘这故事讲得真好 是啊 她常开导针 你说 一个妇道人家 如此明白是非 心胸怀开阔 真是难得 等等 你怎么知道是皇后告诉朕的 臣猜的呀 那你可真是神机妙算哪 什么神机妙算哪 是臣跟太子谈书 太子告诉我娘娘 给他讲过这么一故事 你呀 今天叫先生来啊 是有一个事想和你上诉 先生可记得 有一年 朕本想给父母遣坟的事情 微臣记得 朕记得当时先生说啊 说这个凤阳风水极佳 是龙脉之地 故意遣坟的 是 但是皇上 不过臣现在以为天下已定 皇上倒是可以在凤阳重建 祖庙临寝 以表孝心 是啊 这也算了了朕的一桩心愿 不瞒先生说 朕本是佳贫哪 从小就给财主放猪放牛 十六岁那年大汉 大哥 母亲 父亲 先后都饿死了 朕竟然没有钱 给父亲置办棺谷 那想当初投奔郭元帅 那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若不是先生给朕点拨 俺哪能想到 有一天会坐上龙椅啊 你说 俺那穷小子的皇帝梦 竟然就梦想成真了 皇上鸿福齐天呐 此人怎么和梦中的工匠一模一样 不好 听到皇上那么多四方话 只怕大祸临头了 来人 那国人兼长司参见皇上 这 这怎么回事 这 这 大胆 怎么弄得你们 偷听皇上说话 什么罪过这是 砍头的罪过 奴才不敢 我问你们 怎么轻得厂 告诉你们轻厂轻厂 怎么不轻干净了 剩一人什么意思 难道说这人是个笼子吗 提禀皇上 当时确实庆厂了 当时确实庆厂了 不知为什么还留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 他什么也听不到啊 他就是个笼子啊 皇上你看 真是不会办事 偌大个京城找个笼子来装修皇宫 京城没人了吗 提禀大人 别看他是笼子 他可是个很好的彩绘匠啊 你们先凭什么 谢皇上 去 拿个罗来 你听着啊 继续画你的画 听不见啊 听不见啊 你真听不见 听好了啊 三声裸响你要不下 胆力已绝 瞧 把他给朕拉下来 是 把他给朕拉下来 快 下来 下来 快 你叫什么名字啊 朕还真得看过 是真龙还是假龙 把他眼睛蒙上 是 把手 架在竹竿上 是 你听着啊 朕会命人 打断你的胳膊 当然了 打之前 会告诉你 怕疼的话 就把胳膊收回去 去拿竹竿吧 是 你真听不见 你可准备好了啊 马上就要砸你的胳膊了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 我真砸了 你真是个龙子 老师 您看 您看 哎哟 好马 真是一匹好马呀 您看看 头戏 头戏警告 昂首挺胸 四肢修长 皮薄 毛细 这不就是汗血马吗 老师 这马 是送给您的 嗯 你说什么 皇上有赤兔马 老师 老师 您有汗血马 嗯 不得 胡说 我一个臣子 可不敢攀比 这要让皇上知道了 你让我这一家老小 死无葬身之地吗 老师息怒 这马 其实 不是送给老师的 而是学生 想借老师一处地方 暂时寄养的 学生近几日要远赴吉安 这马 实在无人照料 老师 您爱马 懂马 是天下第一人 这马 放在老师这儿 学生最放心不过了 还望老师 帮了学生这个忙 那就暂时放在我这儿吧 但是说好了啊 等你回来 你就把他牵走啊 老师请放心 你刚才说你要去吉安啊 都怪学生没有长进 混了几年 还是那太常寺少卿 管管宗教礼仪 吹吹打打 祭品摆放什么的 国家大事根本插不上手 百叠看庙那是小事吗 皇上祭祀那是大事 我的意思啊 是先给你占个位置 从长几 历练历练有何不妥啊 那是那是 太常寺少卿啊 是清闲了点啊 这样 有机会我会考虑的啊 老师 容学生斗胆 不知老师手下的中书生可有机会 中书生 学生想跟在老师身边 看老师言传身教 你但是胃口不小啊 那不是啊 学生只想伴随老师 为朝廷为皇上 尽更大的力 行 我考虑考虑 学生 多谢老师栽培 先别谢 先别谢啊 这还不一定啊 这中书省是权重之地 要想进去 那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呀 那当然 听老师安排 那人来了 让他进来吧 进来吧 多谢大人 救命之恩 不用不用 你的手怎么样了 这手算是废了 干不了活了 只是 只是活着就好 俺还可以回家 回家去 是是是 京城不意再久留了 你姓氏名谁 家在哪里 出门的录影可有了呀 小的姓张 金华人士 家里排行老五 人称张小五 录影已经从宫里发下来了 好好 起来吧 起来吧 谢大人 刘姨啊 给她加劲衣裳 大人这是什么衣服啊 这么厚 这么厚 怎么还有水 后面也有 小五啊 天冷路险 多穿点 听我的没错 都说大人神机妙算 我听大人的 绝对没错 还有啊 从今往后 你这个笼子哑巴 就要一直装下去了 即便是有人杀你 把刀顶在嗓子眼这儿 也不能出一声 记住了 谢旨入深山 饮渊风 受响 哦 不 不 刘大人说的 果然没错 朕记得这胡威庸他进京认太常寺的少卿 那时候也是你推荐的 对啊 皇上知道 这太常寺少卿啊 不过是管管宗庙祭祀礼仪之类的贤职 说实话 对胡威庸来说 有点大财小用了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 如果把他调进总领六部的中书省 那等于进了朝廷的要害部门呢 而且再给他一个参政议事的头衔 相当于副相了 你这个丞相可要把好官呢 真知道责任重大 那好吧 朕准了 谢皇上 你坐下 启禀皇上 与灵魏来人求见皇上 叫他进来 遵旨 回皇上 事情已经办妥了 他在什么地方 城南屋里 知道了 等等 好 再去查查 临行前 他见过何人 在何地 是 为臣 这就派人去查 你怎么不问问朕 朕正在办何事啊 臣愚钝 不敢贸然过问皇上的家国机密 还家国机密 没那么大事 只是一点小事 就好比 就好比一只蚊子 在你面前 嗡嗡嗡地飞来飞去 虽然不至于 说要了你的命 但是 会让你觉得非常心烦 所以朕就想啊 应该 应该把这只蚊子 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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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那应该 该打 该打 朕想跟你说点家务事啊 家务事 微臣不敢啊 微臣 家务事 是家务事啊 朕呢 想让你替朕去趟凤阳 为朕的家父家母 修灵墓 怎么样啊 被您说中了 那张小五出城不远 追杀他的人就到了 不过幸亏有咱的铠甲和血袋 算是糊弄过去了 我亲眼看着他走远的 这是在现场捡到的刀 那个掌印太监没找着啊 没找着 别打了 别打了 想冤枉啊 冤枉啊 这往后啊 咱们就得想想 怎么救自己了 救自己 动动你那脑子 动脑子 想什么呀 你看看那刀 你再想想那刺客 是谁派来的 这把刀看着像 雨林卫的刀 我招 我招 是刘大人让我谎称 他是哑巴 难不成是那个内观间掌丝 怕事情泄露自己 顾凶杀人又一走了之 一个宫里的内观间掌丝 他能使唤得了皇上的亲兵与林卫啊 他能在一个时辰一礼 他发出全国通行的特许录影 也是啊 现在领个录影 先要写个帖子递上去 乡里周府一层层当官的签字画样 办下来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 通行全国的录影更是只有户不特辟 除非是皇 您是说皇上 您是说皇上